大家晚安,大家晚安,真的很开心看到大家 好,因为呢,现在是7点30分,我们的课程 我们就准时的正式的开始 大清姐姐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他 我们要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 那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大清老师 身兼非常非常多重要任务的人 所以我们稍待片刻 他等一下呃,能够进来时候就会马上跟大家 见面,那现在 我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嘿嘿,大家 然后大家知不知道我是Irene 嗯,然后这位是我们的 心提,哦,大家好,大家好,心提老师 嗯,各位,各位 我要来介绍Irene 那一个不为人知的Irene吗 哦对,你们一定不认识真正的Irene Irene平常没有那么正常 哦,Irene Irene姐姐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课程的呃之前 简单的介绍里面啊,有提到Irene Irene姐的一些背景 好,什么叫背景?就是她的成长历程 我我我我第一次啊,呃,在在呃,就好,我第一次看到Irene的时候呢 呃,小博士直接跟我说Irene是外国人哦 因为可能就是她这样子我怎么可能会认为她是外国人呢 Irene可以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肖博士要叫你是外国人? 因为我其实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然后读大学的时候才回来台湾 中间其实我在台湾住过就片段片段 然后主要就是在香港,呃,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在香港读过四年半的书 然后那时候在香港就学的时候是读加拿大的国际学校 所以大家说,哎,你会不会广东话?我就说,不会 就四年半在那边都在学英文 然后后来回来台湾三年有读过小学 然后就直接去南非七年半 嗯,所以主要的,我主要受到的教育都是英文教育 哇,那可是听起来你的国语会让我们感觉 其实也很像就是你的母语没有给我们感觉ABC啊 讲的话怪唱怪调的 没有吗?整的没有吗? 没有,而且就是我们也知道你有在帮那个开心门教育团队 中英文方面的编辑其实都是,呃,你是一起参与的 并不是只有做英文的部分 那可以了解一下你的中文部分的养成是怎么样情况吗? 其实小时候就是读很多书而已 在台湾就是一直翻书啊 然后,嗯,在台湾就是读中文书 然后到了国外就开始读英文书 然后其实我的,我觉得我的语言能力是蛮好笑的一件 就是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中文最好最好的时候 我英文其实很差 然后英文开始好的时候 中文就慢慢的变差 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中文没有太好的状况 虽然Irene姐姐是这样说 呃,我不晓得大家们曾经在肖博士的课程里面有听到一句话 其实肖博士是直接都告诉我们 呃,Irene是我们,就是肖博士说 Irene是英文比她还要好的人 哎呀,有什么好意思呢 完全好意思 肖博士啊,其实很少很少 会去提英文能力的问题 就是说,呃,如果大家很长时间 有跟着肖博士的课程的时候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肖博士会说我的英文普通而已 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开始认识她 她说我英文就普通啊 我的中文有说很好吗?没有 但是我有把握 我的英文能力加中文能力 有可能是非常非常 她可能不好意思说第一啊 但是她没有说出来吗?真的吗? 为什么呢?就是Irene刚刚说到的情况 各位,我们今天开这个小说课 我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把我们前面这一段话 要听进去Irene姐姐提到的 为什么她说当我中文很好很好的时候 我的英文就开始 我的英文很好很好的时候 我的中文就开始 这件事情等一下小说课里面 或许大家会有所体会 但是我们期待的 大千老师经常了 我们大家一起拍什么 拍什么 拍什么 耶 谢谢 谢谢 你会在线上 你会在线上 你在线上 各位我要在线上陪你们了 我知道了对不起 没事没事拜拜 张亚勋 阿姑 张亚勋 下次那个换我迟到 下次换我迟到 要平衡一下对不对 终究还是变成我们二人组 怎么会这样 我们两个 不是很好吗 好 你在嫌弃我吗 没有 换另外一个二人组 没有没有 我超喜欢跟Irene一起 你跟另外一起 我是说真的 我觉得跟Irene一起上课 我还蛮有安全感的 就是 就是我觉得学双母语这么久 就是 我自己有一些体会 就是超想跟大家讲 可是有时候讲的是又不是很缺 因为我不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我体会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就求助那个人肉 人肉字典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 然后说完之后 我就常常会在他那边 又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 我喜欢把Irene的东西 跟我学到的双母语 结合在一起 然后印证这个印证这个 然后我就更开心 他还没一起一边练 对 然后那个 常常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你会跟你差20岁的人 当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蛮怪 因为你 其实他是老灵魂 因为他心目中 把我当女儿 好啦 赶快开始啦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咯 好 大家应该都认识大倩姐姐 对不对 没关系 没有认识她就好了 但是大家 我怎么知道 她中文名字叫什么啊 那个不用知道 她的中文名字叫唐凯君 唐是唐朝的唐 凯是新字 啊 丰子凯的凯 丰子凯是什么 好 外国人不知道 一个新字旁 然后一个山 一个洞 对不对 君是那个君臣的君 他是唐凯君 但他不喜欢人家叫唐凯君 所以你们会见到他 不要叫唐凯君 你要叫他Irene 这样子 因为我们编课本 最后不是有一个版权页吗 每次都要放他的大名 因为他常常是我们的重要编辑 他就是死不让我们放他的中文 所以 whatever Irene 没有啦 超自然发音字典里面 有我的中文名字 好啦 那我们就 我们就在歪楼 对啊 我们两个就是歪楼 我看我现在课不要来 这歪楼 我没有啊 大家很喜欢看歪楼 你知道吗 好 我带大家歪楼 你看好多人在点头 非常好 好啦 那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画面咯 嘿 那么今天要上什么 大家知道吗 M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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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得到吗 我现在知道 这张图好漂亮 嘿 这个话题字 好像那个Jenny老师会写的那种 看一下 好 嘿 嘿 嘿 Tauser看得到吗 Tauser K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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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user看得到吗 分享画面 OK吗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哦 它叫做The Gift of the Magi 它是一个短篇故事 那么找到的版本呢 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它不是原文的版本 它是比较简单一点的版本哦 它是原本作者写了 然后它其实作者原本就写的很难了 就是连母语人士都需要说简单一点的版本 依照年龄 对 就是可能国中生会看不懂原文 所以他们就在写了一个简单一点 可能比较适合国中或是国小生念的 这件事情其实上一次我在介绍的时候 我问你们有看那集的话 我是超惊讶的 因为我没有想过在外国人的世界里 原来也有一个很难的文本 然后需要被写成一个比较简单的文本 再去教小孩读 这是我今天跟Irene学到的 其实沙翁很多剧也都是有简化一点的 有简易版的 就是为了让孩子了解说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所以他们可能会先看简单的文字 然后长大的去看这个吗 会啊 那你看过这个的就是 you know 有小时候 小时候就是又有又又版的 就是只有图片 所以这个故事你看过又又版的 也看过中阶版 你也看过原文版 对 你都看过 都看过 你知道中间的不一样就对了 就是这是中间的 那我想问你你认为外国人把这个东西写成这个版本是真的有帮助的吗 有啊有啊 就是老师九届十题一步一步走上走啊 其实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你从一个只有图片的东西 然后一个很大概的故事 慢慢慢慢的 有一点点难一点的字啊 然后再增 增难一点 然后再给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 嗯 就是一样的骨架 只是在夹肉而已 那我们以后可以听到你讲 O.Henry写的吗 O.Henry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简单版嘛 对啊对啊 那如果我们很认真跟你学 假设过了 你知道六个月之后 你会开那个 原文版 可以哦 好 大家 好 嗯 好 那我们就来看 The Gift of the Magi By O.Henry 然后我们看到这篇 很漂亮很漂亮的图 是我从维基百科上拿到的 Illustrated 就是他画的 Illustrated By PJ Lynch PJ Lynch PJ Lynch是他的插画家 对插画家叫 对他上面有些Illustrated Illustrated就是插画 Illustrated 你们知道一个字叫以拉 就是阿平跟家文 所有会做美编的人 他们都知道一个团体 我都是用以拉 就是这个字 因为以拉应该是Illustration 我不知道中文叫以拉耶 Oh come on 就是Illustration 对我以前背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一直看到Illu 然后我就 我完全都是用猜的 因为我大部分看到那个字 都会看到图 然后有时候我想 我想插图的时候 我就会输一个关键字到Google 然后打一个Illus 我就故意不打完 然后就会出现图 对 但是让我很想要翻我们的那个 超嘴巴音字 为什么 要看这个字 有这个字吗 Illustrated吗 Illustrated Illustrated 有吗 其实童书上面都会写 我帮你翻 你先继续讲 我来看一下人的这个字 那我们就先来看 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堂课 我们看到 你刚才大家有听到吗 就是我读的那个字是Magi Magi 那个字 Dada Dada 没有 没有吗 只有那个Illustrate Illustrate Oh illustrate可以啊 我们来看Illustrate 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字就对了 对啊 因为以拉的关系 因为其实全部的童书哦 大家如果注意看到什么原文 诶 这边你看这边也有啊 那边 这个超有名的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得到吗 这边有一个Illustrated by 谁谁谁 Written by 然后Illustrated Written by就是 谁写的 然后图是Illustrated 对他们童书 任何童书都会有 对 Good Night Moon也有 Good Night Moon有 它是Picture by OK 可是很长 你会看到Illustrated by 可是我觉得看到Picture by 很赞 我可以拿来一下 可以啊 我的意思是说 对我来说 这是我学的方法 Picture by 你们看他这边写 Picture by 然后我就会知道Picture by 就是Illustrated by 所以那个Illustrated 对我来说就是图的意思 对 两个都一样 Picture by Illustrated by 好 非常好 我们终于可以看这个字了 Megi 我们现在哼再念好了 好 Dada Dada 再哼一次哦 Dada Dada 好 那不是Maggie哦 也不是Maggie Maggie是往心里说的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念 好可爱的 对 好 那我们 另一次 Megi Megi 然后这边要绝嘴哦 Gi Gi 好 再一次哦 Dada Dada Megi Megi 快一点 Dada Megi Megi 再快一点 好 Dada Megi Megi 嗯 好那大家 大家好好练哦 这个字一定要大写 对不对 他 嗯 我这边对 因为他是 你上次说是那个三个智者 对 所以呃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故事的话 也会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名字 叫做 The gift of the wise men Wise men的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 嗯 付出 对 他这个字 Megi 我觉得超特别的 我觉得应该一般人也不会知道 他其实意思就是智者 他是来自于拉丁文 嗯 他其实在 拉丁文 嗯 L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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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到地 一听到 他也可以念Latin 或者是Latin 这个派博最会了 那个我们有一听到就 全部都翻开看一下 先讲这个吧 我想先听这个 对 嗯 然后他其实来自于 他典故是来自于圣经的 圣经说耶稣出生的时候啊 有三位智者乘上了礼物 嗯 然后他们就叫 Megi 这三位智者 合起来叫Megi 对 他们三位都叫Megi 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圣经上看到这个字吗 英文的圣经上 嗯 有可能 超想查的 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 也可以去翻译一下 嗯 对 好 Megi 所以 这当然大家 但他不一定要三个对不对 反正就是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就是Megi Megi 嗯 好 所以呢 如果大家 哎大家看到那个 大家有看到这个吗 我直接到下一个楼 就是我们的故事的名字 嗯 书名 书名叫做故事的名字 因为它是短篇故事 嗯 它其实大概一千 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短篇故事会出版吗 对啊 就是世界上有一本书叫 The Gift of the Magi 有 可是他们会 它是很薄一本的 其实会很 就是如果给小朋友读 他有时候会出很薄很薄一本 哦 要不然他就会给 故事集 嗯 然后他会写说 其中一个故事 他会说 他会说The Gift of the Magi And Others 哦 就是这个书的名字 这个故事的名字 是这个故事跟其他的故事 然后他会说谁做的 嗯嗯嗯嗯嗯 OK 就是一篇里面的其中一个 对对对 然后嗯 这些故事其实很多都是在 当时美国的杂志 嗯 故事他们都是那时候常常有 连载吗 也不是连载 就是一些故事 有些杂志就是专门收集短片故事 哦 然后每个月都会 帮你选一些 嗯 就是大家会投稿啊 哦 就大家写一写投稿投稿投稿 那所以Ohenry是投稿的 是啊 他投了很多 真的假的 对 可是他赚不了 就是那时候做的家 大家有这个厂子出来 所以Ohenry不是写了一个故事被出版 他是投稿到杂志 对 然后杂志把它登出来 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投稿投久了 有一些人就 自己主动找他说 哎 你这个月有故事吗 嗯嗯 我们来 对 好 这个好好玩 这个我不知道 对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读 我们的故事名字吧 我们先哼再念哦 好 再一次 好 那我们慢慢的念一次哦 The gift of the magi The gift of the magi The gift of the magi 大家有没有看到 gift跟of吗 对好想连哦 可以连哦 The gift of 有人想 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念 The gift of The gift of the magi 就是就是把这一颗对不对 对对 然后把它改那个策别草验 策子的锤的那个车 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 The gift of the magi 懂了 那我放回去哦 好啊 我们下一堂课会念 我会把那个 所以我们每一堂课都会变更厉害就对了 对 我们会更进阶一点 好喜欢这样 因为现在比较简单 我们大家先不要讨论这个联音不联音 好 下次再联 好 很好 那大家会念了吗 会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作者介绍吧 超想听ohairi 而且我有忍住没查 我是真的那天没有查 我觉得有一些人偷查的 对不对 我觉得有些人搞不好知道 我觉得是 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同学留言 他应该是 看起来是知道他 对 他不要破梗 不要破梗 他生日是911 对啊 我觉得超有趣的 那时候看到说 天哪 1862年是什么概念 差不多多久以前 2148 加2022 148加2022 我们现在变数学课了吗 170年 170年以前的人 好 他其实没有活很久 他48 48就走了 对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一直叫ohenry 对不对 对 他其实呢 全名 他全名叫做 William Sidney Porter William Sidney Porter William Sidney Porter 跟ohenry没有一个字一样 对啊 是怎样啊 我也不知道他那时候在怎么想的 嗯 那这个我就先不用 不会大家念过 下一堂课再大家念 好 我们先知道怎么念故事名字 好 我们先学会念他笔名好了 因为他笔名真的 比较有名 简单太多了 我可以问你 因为我完全没有接触 英文小说 就他真的很有名 很有名 他说他们 是不是读外文系的人一定会知道 会一定会知道 一定会知道 对对对 然后喜欢读文学的一定会知道 至少有读过他一篇故事 或是有在哪里听过他的故事 OK 好 嗯 好 那么就看他 下面我有放笔名吗 大家没有看到 笔名真的叫 笔名 对 笔名 这就是 笔名 是是是 ohenry olivier henry 跟oliver henry 所以他的ohenry 是从olivier olivier 或oliver 他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他 他出版故事的时候啊 他每一个笔名都用过 他有用过olivier 他用过oliver 他用过ohenry 他甚至还用过更多其他的笔名 可是大家都不记得 那都是oh开头吗 好像都是oh开头 很有趣哦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他写的故事 好像有些人都不知道 是他写的了 因为他一直在改笔名 嗯嗯嗯 对啊 但是他的 他的笔名的last name 一直都是henry 那个 他也不一定是last name 可能是melivier 对 对 好 对 那我们读一次ohenry吧 好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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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很简单啦 oh oh have you seen the muffin man 对 我们最喜欢讲的笑话 麻烦人的写情是什么 对啊 知道麻烦人的写情是什么吗 oh 行 因为 oh have you seen the muffin man 你没有人听过这首 那个联系我们会 真的要给大家 对联系会给大家 因为因为那我可以讲一个 可以啊 就是 哦 可是这样我这样是那个 歪楼 歪楼 那我们等一下再歪 好 不要歪楼 不要歪楼 对不起 ohenry ohenry 对 我们大家念一次 ohenry ohenry 好非常好 那么赶快先进入那个 好 我觉得我们好像歪太多楼了 对不起 我们的楼要 对不起嘛 哦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ohenry做过什么事吧 他怎么样 他会变成那个 他怎么 他怎么变成ohenry 他怎么变成ohenry 他其实 不只是当过作者 他作者其实有点 不是他不是全职作者 他其实第一份工作是药剂师 天哪 他在他舅舅还是输 就是他亲戚的一个 要那个药库上班 然后当药剂师 然后接下来又在香烟店 当过店员 卖过香烟 然后又当了 蛮有趣的是 会图员 他就是画了 对他画了 会什么图 地图 哦 那时候他住的地方 有看过电影 有演过这种职业的人 是蛮酷的 就是如果你去翻 就是苗 对对对对 然后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其实美国 因为他真的很有名 他写了很多故事 所以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到google查一下 他有一些州啊 就是他们会有 那个地图 就是他住过的州 他有画过那边的地图 大家还查得到 他画出来的地图 真的啊 对对 查得到 不是那地 世界上地图那么多 大家就记得 就是美国的 美国那一周的地图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会画地图 我可以签名哦 说这是我画的 他没有签名啦 就是他有记载说 他几年到 因为他是名人了 所以他就把他找出来 对对他只有几年 因为他的 他之前住过的房子 现在也变成了 那个博物馆 哦 你有去过吗 没有耶 不要再问了 因为你超想出国的 不要记得他想出国的情绪 对 然后他也 他还去卖过房子 动产那个中介 然后我就最后去就是银行出纳员 银行出纳员居然是Bank Teller 对 这些字我其实会再带大家 好你会再教我们 对我会更细更细跟大家介绍 好今天先去先带 反正就是他住过超多种 他你知道 你知道啊 有一件事情 对啊 你说 你以为他只是坐价还做那么多吗 他住过老 这个蛮好笑的 对 他坐过老 他坐过那么多 他为什么 因为他当银行出纳员的时候 还挪用公款 然后被抓包 然后就被关 然后坐牢好像三年 然后在坐监狱的时候 坐牢的时候 还在写故事 他感到是为了人生的历练 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故事灵感 大家知道从哪里来吗 坐牢吗 一部分是啦 他其实住过那么多工作 所以他写的故事 都跟他之前做过的工作 有关联性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习惯性的 会到饭店的大厅 坐在那里 观察人 然后就随便跟人家聊天 说哎 你坐什么的 坐在哪里 就大厅的椅子上 对对 就坐在那边 然后就观察着大家 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他拿着公式包 他应该是 不知道 就让我觉得很有趣 以前不是有一些人说 会去急诊室 我 是不是老师啊 搞不好是老师 老师 好像是吧 你下次跟他问他 他好像讲过说 他有一阵子 我不要乱 好像 就是反正坐在急诊室 然后看了来往往的事情 然后那个 对啊 想故事 想一些 人生 老师好像不是说 为了想故事 就是想了解一些事情 对啊 呃 你们知道那个我们 要出版一本书 叫超自然拼读手册 然后超自然拼读手册 里面我们会找很多 呃 拼字跟发音 类似的字 然后组成一个小故事 那这个工作 最主要是 Irene做的 那因为Irene 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 她用英文 写完故事之后呢 我就会去帮她翻成中文 然后大概 领一下那个头录 然后我就发现 她写了一个故事 就是我忘了是哪三个字的 就是有一个人 每天都在旅馆大厅 把大厅当成家 你写那个故事的时候 想的是她吗 没有 我是 我觉得很妙 我觉得很妙一件事情 因为她真的写了 一个很奇怪的故事 对对 我写完那个后啊 然后我在读她 你才知道我Henry是这样的人 然后我想说天哪 我什么时候写出了她 对因为 一般我们在想故事的时候 我不可能连接到什么 有一个人 住在大厅 把她当成家 我根本不可能这样想 所以 好 那你聪明了 我觉得我跟她很有缘 我觉得可能 我们 对 非常好 然后 至于这个的话 我下次再讲 因为 这是她的墓碑吗 是啊 天哪 我想到Oscar Wild 是哦 Oscar Wild也有 她的墓碑都是纯印 但是这个应该有很多故事 风流 对 这有很多故事 可是跟我们的故事有关 好 我想说我要说吗 这是买梗吗 还是我们下次说呢 我都可以啊 那我们下次说好了 好 跟故事里面有关 是 你讲了 我们就会知道故事发展 我们大概就知道 为什么大家会放铜板 在她的墓碑上 那不要不要不要 我想要先听故事 可是我觉得蛮明显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故事吧 我看不出来 好 看不出来 对对 大家 我们就开始讲故事了 好 那大家对她有一些理解 好 我们再开始讲 然后我们要读的这篇故事 是1905年 就是她出狱没多久 1905 可是她1910年就过世了 对啊 你知道她 她写完这个5年后就死了 对 而且很有趣 就是她1903年好像出狱 然后就是疯狂在写故事 那时候几乎那个产值破表了 就是我希望的那种产值 一个礼拜 但是我希望的那种产值 希望的那种 我希望你的那种产值 对对就是她很爱玩那种 就前面跟你讲 没有很多 然后就说 你想讲什么 好像没有那么有趣 然后到后面就说 啊 原来如此 你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 恍然大悟 不是 叫回马枪 是哦 英文应该叫twist and turn 对不对 twist and turn 就是故事有很多转折 plot twist plot plot是故事情节 对 plot P-L-O-T P-L-O-T 然后twist 就是要扭人扭去 那个叫twist twist plot twist plot twist 那我们会说这个story 有 plot twist 哦 好 好 反正她的故事很厉害就对了 对 她很厉害 好 赶快赶快跟我说 要录她 没有 好咯 那我们就开始咯 好 The Gift of the Magi 那我跟 那个 我会大家逐字念 我就会先念完后 然后再逐字跟大家 好 好 开始咯 One dollar and 87 cents One dollar 就是一块钱 是美金 他这边讲的是美金 87 cents 是87分钱 我们看到美国人怎么写钱呢 一块 一块 87分 一块又87分 一块又87分 Dollar Dollar是 这个是 我可以用吗 可以啊可以啊 Dollar是一块 对 然后cents 是分 分是 百分之一块 你数学也不好 分好像是百分之一块吧 百分之一 一块有 0.0 一块钱 有一百分 对不对 一个Dollar 有一百cent 对 你数学一百分 你数学一块美金可以吗 一块美金 好 第一句就是这样子 One dollar and 87 cents 快美金87分 OK That was all 就这样 就是全部了 这就是全部了 一块87分 哦对 我在提醒大家 这是1905年前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钱很多吗 也没有很多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对 可是如果用现在的美金来换算的话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28就乘38 一块美金30 就怪盖30 像应该28 OK 那就假设30块台币 不是30块台币 30块台币 That was all 对 30块台币 That was all 这就是我所有的吗 我只有30块 哦 好好好 好 She had put it aside one cent and then another and then another in her careful buying of meat and other food 她 she had 那我们知道 我们主要讲的人 是男生 是女生 女生 因为她边有个she she had put it aside 她把她放一边 钱吗 对啊 一定是钱 因为她前面就先提到钱了 aside OK 那怎么了 就是把那一堆钱放一边这样子 对 put it aside put it aside 对 可以是 你看像我们这种台湾长大的小孩 我就会一直去想那个at 只是单数 然后钱很多 然后 但是我现在可以接受 at就是钱 就是把那个东西丢放过去 然后是怎么把她钱移到一边呢 是one cent 一分 and then another 再一分 and then another 然后是怎么样移过来呢 那就要移八十七次 一百八十七次 哦 好 因为都是分 我以为是用一个大的一块 跟八十七次 哦没有没有 她说全部 she had put it aside one cent and then another and then another 就是 一分一分钱的挪过去 一百八十七分 然后怎么挪过来的呢 and her careful buying of meat and other food 她很小心的在买 肉跟其他食物 就代表 careful 我从来没有看过careful buying careful 我没有看过careful跟buying放在一起 然后这样会 你就是 这个东西会让我想到 老师一直在讲的就是 呃 组合字 嗯 careful buying 对啊 他这边用的很妙啊 是不是因为钱很少 所以 很小心的买 小心才有办法怎么样 最少的 一分一分 把它移到旁边 就是你要多出那一分 你要怎么样 要很小心的买什么 买肉 跟其他食物 ok 就是有点 嗯 金打细算 金打细算 中文真好 怎么感觉两个话 不应下走法 哈哈 哈哈 超懒的 你真的中文真好 金打细算 对对对 谢谢大家 我可以鞠躬 哈哈 对那那我们金打细算的英文是什么呢 careful buying 或是你可以用careful spending careful spending spending s-p-e-n-g 好想写笔记哦 就是 小心的花钱 这边是小心的买东西嘛 那我们小心的花钱 就是careful spending careful buying careful spending 非常好 大家有学到金打细算的英文吗 好开心吧 好 这个人金打细算 对 这个女生金打细算 为什么呢 可能很穷吧 或许吧 我猜是这样 嗯 好了 不知道 那大家懂前面的那一段了 我们就继续咯 好 好 Zella 哦我们知道我们的女主了 我们女主角的女主 女主角 嗯 刚才说中文 我的女主角 你一定很常看剧 因为剧都这样说什么 女主男主 我们的女主 对 女主叫Zella Zella OK counted it three times 她数了三次 她数了什么三次 说了她的 187分吗 187分 一分一分 OK 输了几次 三次 对 然后她又强调了一次 我们前面第一句读的 One dollar and 87 cents 一块钱 八十七分 代表说这个钱 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大家要记得 and the next day would be Christmas 哦 讲到重点哦 对不对 她一直在想说什么 一块钱八十七分 然后她讲了第二次 一块钱八十七分 重要到我们的女主角 还要数三次 然后还要 很小心的 Careful buying 金打细算 金打细算 为了什么呢 为了the next day 明天 就是圣诞节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 OK 所以为了圣诞节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赚钱 要吃大餐 可能是 有可能是 the gift 礼物 哦 是不是 有可能 对 我们讲到那个 钱嘛 因为我们说这是1905年 我们来 对 我们来外楼一下 好 我很想知道大家 可能 我还没活那么久啦 可是我很想知道 大千 你大概20岁 10岁的时候 一碗阳春面会多少钱 我20岁的时候 我20 我那时候都不吃阳春 我吃鱼角干面 我最喜欢吃台大对面 有一家 那个鱼角干 鱼角 沙茶鱼角干面 一碗大概45块 可能45到60 现在吗 还是那个时候 以前那大学的时候 那现在会是多少啊 你觉得 我觉得现在可能要 九八九十块吧 我猜啦 那是两倍的钱 差不多吧 对啊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什么 就是通货膨胀 就是我们看一下 大概多少钱 这个 我帮大家查一下 inflation inflation 对 就是美金的 一块八七 1905年的时候 到2022 2022年就是 59.7 回来了 啊 老师串场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来打招呼了 你们为什么教什么 inflation啊 老师 你知道外面生活不好过吗 通货膨胀跟 跟短篇小说有关系哦 有啊 有有我们在讲 我们在讲 1905年的 一块八十七分 跟现在比起来是多少钱 就是为什么他精打细算这些钱 对 为什么要精打细算 我也想知道 就是很夸张 而且数三次 而且一个人的手要挪动 187次 分币是为了什么 好快点跟我讲 对啊 我们就大概看一下 我们的通货膨胀 这边 我们来 1905年 我们来分析一下 现在的那个金融 那个金融跟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好 1905年 他有1块87分 对 就是等同于 现在2022年 59块70 59块美金74分 哦 所以他有1679块新台币 差不多 1679 好 嗯嗯 大概 因为每天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要列820跟30啊 因为等一下会再出现啊 哦哦 你怕我们出现不好 再帮我们先算 然后下面两个我就先没列了 好 好 就让大家看一下 好 嗯 所以他现在身上有1679 大概1679块台币 好 就是1块87 好 嗯 OK 好咯 嗯 然后我们 我觉得这个字蛮重要的啦 通货膨胀的英文是 Inflation Inflation 那个Inflation 是不是吹气球啊 是是 对吗 对我记得一个就是 膨胀就是 然后气球就会这样起来这样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字很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人过来跟你说 怎么现在鸡蛋那么贵 你就跟着他说 Inflation 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打片便宜 打趴 打趴就是 因为他就是一直在膨胀 对 我现在其实在乱讲 因为我完全不懂这个 油价为什么那么贵 Inflation 大家就是这句回答就好了 我的薪水怎么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Inflation 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回一句 Inflation 这样就好了 好 Inflation 对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小时候 爸爸妈妈都跟我说什么 一块一碗阳春面 他小时候两三块而已 嗯 爸爸妈妈是多了 我不知道 我就看到了这边 蛮好笑的 是真的吗 我肚子饿了 50年前 歪楼了 对不起 歪楼了 我只是 我只是让我看到面 有人有人 有人50年前有吃过阳春面吗 可以帮我点头是真的两块钱吗 我是阿姨 不能让大家暴露年纪 对不起我们继续了 好 OK there was there was nothing to do but fall on the bed and cry OK 所以他算过了一块八七分后 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there was nothing to do 没有任何事可以做 但是只能做什么 但只能 fall on the bed 敲在床上 跌在床上 and cry 然后抱哭 好穷 就是很无奈就对了 so Della did it 他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他只能这样 所以他 所以他 did it 意思是只掉下去 对他就是做了 前面前树的这件事情 so Della did it 对 ok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大概知道 Della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了吗 while the lady of the home is slowly growing quieter 那我们知道Della就是 the lady of the home 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的意思 lady of the home 对他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is slowly growing quieter 他慢慢的静下来 他有点好笑 因为他是用一个第三视角 大家知道第三视角吗 对 他在看着大家在做什么 这个导演用一个镜头在拍他的 他说你看 我们的女主 所以如果他说growing quieter 是不是代表他其实倒下来的时候哭得很大声 对可能一开始哭很大声 然后慢慢静下 然后他说 我们就看着这个女主 女主叫 我们看着他 当当时看到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ok 就是有点 那个导演在跟你说 哎 我给你看 这个我们现在看他哭完 我们可以看什么 we can look at the home 好奇怪的写法哦 对真的好奇怪的写法哦 很特别对不对 就很像 很像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有一个人突然面对 面对观众讲话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第四面墙 那个东西 没错没错 对就是break the fourth wall 就是第四面 对我有想到这一句 只是我英文不够好 没有想起来 break the fourth wall 打破第四面墙 对就是他直接跟你对话咯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吧 对就是他在哭嘛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哭让他哭去 然后我们来看看房子 好好哦 Henry我可以看房子 那我们看一下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好 furnished rooms at a cost of eight dollars a week furnished就是已经有家具等房间 对对就是帮你 那个家具都放好的 这个我知道 我之前去美国找房子住的时候 他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furnished 对 一个不是 这个大家我觉得很重要 如果要到国外的话 就比较贵啊 对对 然后就代表他 他有点像是可以拎包入住 因为什么东西都有 炉子也有 你就可以进去 对如果要出国 要租房子的时候这个很重要 大家要记得看 但是没有furnished的叫什么 unfurnished 就加个un unfurnished room 跟unfurnished room 对好 at a cost of eight dollars a week 八块美金一个礼拜 八块美金一个礼拜 五百二十七台币 对 一个月三万多块 嗯 差不多 好 那时候也应该算蛮贵的 美国房租真的蛮贵的 there is little more to say about it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说 对他们来说 这是很便宜的一个小地方了 他们一直强调 大家如果发现的话 他会强调价钱 强调钱 因为钱看起来对 我们的女主角很吃紧 很吃紧 对很吃紧 in the hall below was a letter box too small to hold a letter 就是我们的走廊楼下 下面就有一个信箱 小到怎么样呢 信件都没办法塞进去 too small 太小 to hold 就是里面可以放东西 to hold a letter 好奇怪哦 就我们大概能知道说 好像没有他们住的 反正没有住的很好 就对了 there was an electric bell 电铃吗 电铃 电铃就叫electric bell oh ok but it could not make a sound 坏掉了 好 所以他在形容说 八块一个礼拜的房间 居然有一个不会响的电铃 对就是其实没有很好 居住环境没好 然后没有很好 然后连信件要寄 也塞不进去 also there was a name beside the door ok so还有一个名字 我们的门旁边有一个名牌 好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就知道 我们的男主角要出场 他的名字要出场 Mr. James Dillingham Young Mr. James Dillingham Dillingham 对他的有点略音 Dillingham 他会变成 他会变成M Dill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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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ng 要是我的话 我看到这种那么难的字啊 我小时候啦 我就直接 啊James 就这样 然后我就眼睛直接模糊 后面就不看了 蛮有趣的 因为女主角称呼他 就是直接叫他James 你们说实话 你们不觉得看到外国人 很奇怪的名字很烦吗 就是一堆长长的 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名字真的蛮长的 Mr. James Dillingham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 我自己有感觉 我小时候不喜欢读小说 就是会被这种东西障碍 因为太长了 然后我就眼睛又受不了 可是我觉得我越不去看他 越不熟悉 我就越不想看 可能就是像你这种人 带着我们之后 那你看你帮我把字拆开 我就比较不会那么怕他 那我再看两次三次 可能 Dillingham 这个对我来就不难了 然后我再看下一本的时候 如果又有类似的 我就不怕了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 刚好啊 谁叫你小时候不带我 好了好了 我歪了 继续继续 好了继续继续 我小时候 我想继续往下看 快点 我知道你还没出生 还没出生 好咯 那这边前面大家OK了吗 就是我们大概知道 说他们居住的情况 是八块钱 八块美金一个礼拜 然后房子状况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们知道 男主角的名字就叫做 Mr.James Dillingham Young 那我们知道 女主角的名字叫什么呢 Della 非常好 然后Della现在有多少钱 1块87 1块87 对 1块87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 When the name was placed there Mr.James Dillingham Young was being paid 30 dollars a week 就是他们 我们不是说 他说来我们来看 这个门 他转向西咯 那外国人的房子有 我意思是说 他家的门旁边写 他全名哦 就是会有一个名牌啊 这很奇怪吗 你家旁边会写唐凯军吗 不会啊 反正他家就是有 他的名字就对了 外国其实都会有 我以为就是有 个last name而已 反正就是会写就对了 就看吧 就是他 他似乎想把 他的全名放在那边 他的全名就放在那边 然后这没有 他又讲了一次 就是名字 他的名牌 我们的name was placed 放在那边 placed there Mr.James Dillingham Young 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当时 was being paid 那时候 收到的钱是 30 dollars a week 就是他那时候 一个礼拜是赚进来 30块美金 那蛮多的啊 跟8块钱那个比 不差 不差 now 现在 他讲到重点 那时候是 他那时候名字 放上去的时候 他是赚30块美金 一个礼拜 那现在呢 when he was being paid 20 dollars a week 20块美金 一个礼拜 所以他 少了10块美金 当一个人 他赚的钱 变少的时候 他的名字 即使看起来 多尊荣 都会看起来 有点 不符合的感觉 对 就是名字跟 那个 就身份啦 就是他赚的钱 不符合 他名字 代表的身份地位 就是感觉 他名字很长 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对啊 我觉得这句好狠哦 The name seems too long and important 对 就是他现在只赚20块美金 一个礼拜 他的名字 现在似乎看起来 太强了啦 嗯 好像他没有那么重要啊 一个月赚20 一个礼拜赚20块的人 应该叫做那个 James Gord 哦 我乱讲的 感觉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但他的名字 的确看起来很特别 那个 Zillian 看起来像英国的什么贵族 那种 对 对 他就是整个名字都看起来 前面还有个 Mr 对他还放Mr 对他这边就写了嘛 It should perhaps have been Mr. James D 就是那个Dillingham 把他变成D就好了 省略掉 就是放D 这个叫做Initial 就是如果你只看到一个D 对 所以Iring Tang的Initial 就是I C 对 I T 就是我只把前面的那个 第一个字取下来 那叫Initial 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他说 如果你赚的钱 有点少 那你说你自己是 Mr. James Dillingham 好像有点太夸张了 对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说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D Young 这样子的写法是比 James Dillingham Young 低调一点 对对 就是 你怎么算那么少 你还那么高调 那我有一个错误的错觉就是 我有一个错觉是 好像放Middle Name 比较高级 没有这回事是不是 有啊 他就说如果有放Middle Name 就是把整个Middle Name 放上去嘛 那我问你如果他赚的钱 只剩十块他会应该要叫Mr. James Young 就好了 或是Mr. Young而已啊 他连James都比较 所以名字越长 好像自己越那个 对 就是一种feel 这个feeling 我不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前面的title很强 对 好 我们继续咯 But when Mr. James Dillingham Young Entered the Furnished Room 我觉得他有点讽刺的意味 因为他都已经觉得 他不适合这个名字 他还故意这样讲 对 然后就是Mr. 就是我们男主角 出现了 Entered the Furnished Room 他进来我们的房间 那个我们场景 His name became very short indeed 他名字变得更短了耶 Mrs. James Dillingham Young Put her arms warmly about him And called him Jim 那我们Mrs. James Dillingham Young 这边是Mrs. 不是Mr. Mrs.就是他的太太 他就是太太用他的名字 然后他太太把他的手 抱着他 然后叫他Jim Jim 对他的名字就简称为Jim 最后就出现了Jim 然后很有趣 他又打破了第四个墙 对啊 又在跟我讲话了 You have already met her 哎 你见过他了 有吗 就是刚刚倒在床上大哭那个 对 就是Della嘛 She is Della 好喜欢这一段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 好喜欢哦 好 让我们回顾这一页很快的 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本来是赚30块美金一个礼拜 现在只赚20块美金 然后他的名字看起来好长 好像很厉害 他现在赚20块 有标那么长吗 好像没有 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就出来咯 然后呢 他就跟他的妻子 他妻子就抱着他 他应该回来了 然后叫他Jim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的名字就叫做Della 然后就这样 哦耶 Della 我们演出来给大家看了 对 好 那我们就到下一页了 好 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highlight的 有 一定是那个主题句 对啊 跟关键字 那大家先不要看 好 我们就先 Della finished her crying and clean the marks of it from her face 哭完咯 然后赶快 finish crying her crying 就是结束了嘛 clean就是清掉 这个clean the marks of it 那个marks是不是泪痕呢 对 marks of it it就是泪痕 我跟你说英文男就是这样 因为呢 在中文里面 眼泪是眼泪 泪痕是泪痕 谁知道泪痕是marks 对啊 就marks是痕迹嘛 对痕迹 对 这边是讲的痕迹 然后把它擦掉擦掉擦掉 clean the marks of it it 这边是泪水 泪 对 from her face 从她脸上擦掉 就这样 对对对 很爱演 不不不 你赶快讲我演就好了 你不要演 好 she stood by the window and looked out with no interest 她站在窗户旁边 she stood by the window and looked out 往外看 no interest 就是完全没兴趣 兴致缺缺 对 就是很无神 双眼无神 Tomorrow oh 又来一次了 would be christmas day 明天是 圣诞节 and she had only 又来一次了 1 dollar 87 cents with which to buy Jim a gift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她一直要一块八七了 所以这边就是主题句 ok she had only 1 dollar 87 cents with which to buy Jim a gift 那大家记得 Jim嘛 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主题句就是 她其实只有一块八七 可以买礼物给Jim 什么就知道为什么她前面一直强调 一块八七 嗯哼 这个东西 ok 你知道一块八七怎么记吗 一点北七 一块北七 一点北七 有一点北七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知道在小孩子记得北七是脏话 我真的觉得超扯的 我刚刚看到一个一年级的小孩 一次讲北七 然后他们就 北七是脏话吗 我不知道对小孩来说 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说那么多 你不要再讲了 搞不好真的是 那我就有一点八七呢 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有一点八七 你问安安是不是啊 是吗 安安北七是脏话吗 有人点头 有哦 你看吧我就跟你说 那你还说 不是我是提醒你好不好 是一点八七 好 一点八七 但是我背起来了 对一点八七 大家永远不会忘记了 这个小说 看到多少钱 一点八七 好 好 she had she had put aside 来了吗 put aside 放在旁边 as much as she could for months 所以他存了多久 好几个月 啊 she had put aside 是存的意思啊 对就是我们前面有看到吗 she had put aside 所以他这样拿过去 我以为 哦 对 他put aside 就是把这个钱存起来 就是先放旁边 没有用到 他就是put aside ok 这就是as much as 就是他就是尽量 一直存 一直存 所以钱是 其实如果你听到人家说 我把钱 put aside 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存起来 我存了一点 哦 我这边没动它 ok 我是先挪一点钱过去 ok ok as much as she could 就是啊 他尽量 尽力的 存越多越好 as much as she could for months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 result 才这么少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个 result是结果 结果 对他就是这个结果而已 除了那么久 也就在这样 那么多个月 才一点发气 嗯 嗯 一点发气 真的很好记 哈哈哈哈 twenty yeah twenty dollars a week is not much 所以我们记得吗 嗯 她现在赚 先生赚到的是 二十块美金 一个礼拜 多吗 not much 没有很多 嗯哼 everything had cost more than she had expected 全部的东西比她想象中 还贵 每个东西都比她想象中还贵 你知道为什么吗 inflation 通货膨胀 对 全部的东西都比她想象中 expected嘛 她想象中还贵 嗯哼 it always happen like that it always happen 每次我想要 每次都这样 我每次要什么东西 要很顺利的发生 她就是不会这样子发生 嗯哼 ok 我的 担心 对...? 那如果大家想强调我的什么 很重 对我来说很重要 my Irene 哈哈哈 哦 刻出来了 是表白吗 那我的戒指呢 快点讲啊 如果你想强调说 有个东西对你 特别重要 或对某个人特别重要 前面可以放他的什么 他在那边说for gem 谁的 gem her gem 就是我连念的时候 我都会想强调他的 her 这样其实有声音的感觉在里面 你怎么可以亲父大欠 我的大欠 不准聊我 快点 My grace My grace你知道是国外有称呼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Your majesty My grace She had had many happy hours planning something nice for him 所以他想过很多次咯 这边他还有很多 很多很多很开心的时间 Many hours planning something 他就在想说 我要帮他买什么 准备什么 好的东西给他 给谁 gem something nearly good enough 所以在他心目中 gem的存在是很高尚的 就是很高很高 所以他想要一个快要到他那个level的东西送给他 something nearly nearly 只要很接近他那个对他的重要性 就是对 他心目中的那个东西 something almost nearly跟almost 就是worth the honor of belonging to Jim 他用了两次形容 对啊 planning something nice 第一个是something nice 一些不错的东西 第二个是 something nearly good enough 是三连发吗 三连发 然后第三个更长 something almost worth the honor of belonging to Jim 对 就是说他觉得一个东西送给他老公 那个东西可是很光荣的 可以当他老公的礼物 对 可是他说他认为说他老公是最高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不管买什么他都配不上他 其实都配不上老公 可是他想要很 找一个几乎配得上他老公的东西 快要配得上老公的东西了 天哪 对 好厉害 真的爱他老公 真的 他老公真的厉害吗 他的Jim 为什么没有人叫我 her Jim 为什么没有人叫我的Irene 我有啊 我刚刚说myIrene 可是是你啊 我要走了 我没有回来 好啦好啦 嗯 好啦 那我们今天文本就先读到这里 等一下 就这样啊 这边我们文本是要这边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有问题 是 我读到这里 我现在读了小说的几分之几了 我其实蛮想继续往下读的 四分之一 已经四分之一了 快要了 天哪 那真的是个短小说 很短啊 很短 哦 好酷哦 我对短小说没有概念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读很多 就是我感觉上字没有很多 对我们想要 我们现在大概想要知道说 他接下来买 可是情节已经很引人认识 就是我很想知道翻译 我们可以现在复习一下 就是他现在钱有多少 1.87 他钱够买礼物吗 不够 嗯 不够的话 不够买 配得上他老公的礼物 对 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哭 对不对 他其实没有哭过嘛 然后呢 我们还知道什么 他老公 我的钱好像没有 也没有很多 应该说以前曾经很多 对 现在没有很多 其实也没有很多 就是中等 现在是中下额 OK 那种感觉 嗯 好 然后呢 他现在想要去买礼物 嗯哼 所以在钱不够的情况下 要去买礼物这件事情 嗯哼 他到底能把他先生买什么 嗯哼 对对 嗯哼 那今天你不会告诉我他买什么 不会啊 我们只能下一堂课 好哦 才会揭晓哟 其实下一堂课也有可能不揭晓 很烦 也有可能下下一堂课哦 好啦 我要你偷查 好啦 没有 也不要偷查啦 其实也可以啦 大家其实我也没有 大家可以先预计 我决定等你跟我讲 等你跟我讲 对 那我们 我们我们前面跟大家说过嘛 我们这个版本其实是比较简单版的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看一下原文是什么样的 今天可以看到吗 可以啊 下一页就是 我们的 O.Henry原文版 就是我们的背景补充呢 看一下 这个就是吗 左边 对对对 他是1911年 出版的 哦 然后那个时候这边是 The Gift of the Wise Men 可是他下面也是 The Gift of the Magi 我刚才提到了嘛 智者 嗯哼 嗯哼 所以这边有看到 好 他 第一句是一样的 对 其实我可以帮大家读一次 好我想听 可是因为看到说其实很难 没关系我想听 然后他写的细节又比较多一点 就是有加更多肉进去啦 好 嗯 哎我觉得这样很赞耶 就是因为先看简单的 我知道它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 就是比较难的 One dollar and eighty-seven cents 跟前面的 一模样 第一句一样 That was all 这也一样 也一样 And sixty cents of it was in pennies Pennies saved one and two at a time By bulldozing the grocer And the vegetable man And the butcher Until one's cheeks burned With the silent imputation of parsimony That such close dealing implied Three times Della counted it One dollar and eighty-seven cents And the next day would be Christmas 我直接放弃 我觉得不会看的 我跟你说 这个超难的原文 钱 欺负人 所以我 这很夸张 我真的懂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他们看那个字是什么 Bulldozing 那个 silent imputation of parsimony 我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feeling implied 对所以这个大家 我们就先不会看他 对我们 我只是准一下 让大家知道一下 原文其实真的很难 那我可以讲一下我的心声吗 可以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我算是英文 可以考很好的人 可是我看到这个东西 只会看到那个grocer 我看到grocer 我会想到 我知道有杂货店 叫grocer 对对 然后我看到vegetable 看到还有蔬菜 butcher我知道是屠夫 可能有卖肉的 其他我一个都看不懂 烦死了 我猜他是怎样买杂货 买青菜 然后干嘛什么吗 对啊 这边讲的会很 就是像我说的 刚才是骨架嘛 骨架他其实有一点肉 可是这边就是肉把它填 所以他有点像是用一些情境描述 让人家更看出他的无助的那种感觉 对对 就是他讲到说 他这边还讲到说什么呢 他这边还讲到说 那个Della 大家记得Della吧 我们的女主角 他杀架 Bulldozing 这边有一点像是把他们碾过去了 就是碾价钱的感觉 Bulldozing 就是把他碾价钱 然后 他碾到什么程度呢 Until one's cheeks burned 他的脸颊都红了 开始灼热了 开始烧起来 就是脸红嘛 就是脸皮薄 臉皮薄 臉皮薄 but the silent imputation imputation就是有一点像是 有点羞 有点羞愧的感觉 就是我一直杀你的家 A parsimony That's such close dealing Close dealing就是 那么一点你要杀 很坏的 好像就是自己很 斤斤计较 明明知道自己在斤斤计较 但为了某个原因 还是要一起杀架 也有可能是说 他认为 他会认为说 我给他 别人的感觉 就是这些 卖我东西的感觉 就是觉得我没钱 我很穷 我很酷酸 所以他就是杀架 杀到说 不好意思 那种感觉 杀到自己都不好意思 对 可是他前面故事就没有讲 因为他这边就是在甜肉而已 他其实对故事的影响性不太高 好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完这个 当然除了知道他的文章 其实蛮难读的以外 同时也知道 我们读的 你选的那个版本 其实不太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对对 就是整个故事 我们大概还是会知道 那大家如果 觉得自己英文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在上一节 然后慢慢的去 学新的字也OK 可是我跟你说 我刚刚不是 我是真 我的反应是很自然 就是我真的觉得很扯 就是他对我来说 是一个太扯的文本 我没有办法读 但是啊 有一个 你刚刚一讲完 bulldozing之后 我没有那么怕了 就是我的讨厌 有少一点点 我觉得我可能是 对于那种很奇怪的字 或是一种很反感的东西 可是你教我之后 我就觉得 好那我好像有通过某个东西 但是这个我也很讨厌 imputation是什么鬼 parsing money更讨厌 不用知道啦 大家都不用知道哦 好好好 这个大家就先不用知道 还没到 我只是希望让大家看一下原文 其实我觉得这样超好的 原文其实真的 没 就是我们看国外的小孩子 其实也 国外小孩读也很吃力 对 说不定连高中生 也会读很吃力 因为像imputation这个字 很少出现 对啊 parsing money更别说了 我知道imputation 可是这边没有imputation 我知道了 我说我只认识 好啦 嗯 对 就是让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看 1911年出版的样子 是长样 好 然后原文其实是长这样 好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关键字 好 好 大家读一下 我们现在先哼再念了 好 Dung Dung 刺身Dung Dung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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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我们的礼物 礼物 对 Gift 好 老师很喜欢讲这个字 对 你有没有印象 爱之鱼 爱之鱼 我想到爱之鱼 老师很喜欢讲礼物 这个字是 就是他会说 因为老师很喜欢想双关语 他就会觉得说 Gift是一个礼物 但Gift同时是一个人的天分 就像你很会这个东西 那个可能是老天爷给你一个天分 也是你的Gift 对不对 我不是在那个啦 谢谢 好你不要太那个 好 继续继续 多说再说一点 赞美你一点点 对 我们来看主题句 主题句有一点长 所以我把它切了 我们 如果不熟悉的人 就是 对这个不熟悉的 就是 解释一下 就 通常英文句子有 有时候会很长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 一部分 就是母语人士 他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这句子太长 会找个地方 顿点 顿点 就是语气讲到一半会停一下 对 所以我会大概 我下面会切一下 因为这边有点长 是不是老师以前教我们那个chunk 对 那就是chunk 就是每个句子里面 你会找一个适当的地方 停顿一下 再念下一个部分 再念下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会切一下 好 那整句的话是 she had only 1.87 to buy Jim a gift 那么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就会看说 我切哪里了 切 我切了大概三段 好 那么这边是 she had only one dollar 停一下 87 再停一下 然后现在下一句就是 to buy Jim a gift Jim a gift 对 所以这个句子有点差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 one dollar 跟87 中间停一下 我们是在这边停一下 像only one dollar 停顿一下 还有多少 87 OK 好 那我大家 大家先哼一下 好啊 我们先片段片段 我们先先哼前面那一段 she had only one dollar 这一部分 跟你说 我一定要插话 讲一句话 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 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 先哼再念的方式 是 是双文语的一个 很基础的方法 我们其实叫这个东西 叫很靠谱 然后它的很中心思想 就是 因为我们华人的语调 跟美国人不太一样 我们就会很常喜欢 用自己的语调的逻辑 去念它 那 萧博士的意思是说 其实 美语的逻辑 跟我们不太一样 它大部分 它只有一个逻辑 就是重要的事 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字 它就会 一声一声一声 一声四声 这样去念它 不太重要的字 就会用轻声 的的的的 去念它 然后我刚 仔细的看一下 我发现 它只有两个的的 然后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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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那也就代表 整个句子 这一句都超重要 超重要 一块八十七分 对 然后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去偷看 only我知道很重要 因为整个字 本来only 只有就是要强调的 它整个钱的的 全部都是强调的 对 因为它讲了很多次 其实大家如果 再重新看文本的话 你会发现它说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 因为它 这个数目对它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就有点关键说 它买到的礼物 可以 可能是什么 可以买到什么东西 OK 再来说 那你带我们念吧 我们就念 先哼第一段 好 这边没有四声的原因 是因为下面还有 因为它后还没有讲完 它还没讲完 那我再哼一次再念一次哦 好 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先不用读快 我们就先慢慢念 我们再念第二 chunk 第二个 chunk 第二段 好 好 那我们就读下一个咯 下面还有一个 好 一小段 好 这边比较复杂一点咯 再一次 再哼一次哦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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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咯 这 拜 gym 吗 gift 这 拜 gym 吗 gift 我这边让他连赢了 好 我们再念一次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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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uy gym 吗 gift to buy gym 吗 gift 嗯 非常好 那我们整句读起来 帮我读一下那个第一个 好 往前 这个吗 哦 没关系这个 我们这个就先念一次 好 she had only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to buy gym 吗 gift 有够长 对 那我们再看第一个 就是整句的 好 最前面的 嗯哼 没有那个 哦 这个 对 它是整句 那我刚才是把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把它拉长了 就变成可以读的 嗯哼 所以整句是 she had only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to buy gym 吗 gift she had only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to buy gym 吗 gift 对 嗯哼 我念一次很快的 让她听 好啊 让她真的蛮长的 好哦 she had only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to buy gym 吗 gift 你们有没有听到她一念快 本来she had only 变成许和东 嗯 学东就弹蛇了 学东就弹蛇了 学东对 然后本来是 eight c seven cents 变成 eig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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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 cents 我们要那个吗 不自觉的 我们的一听到地吗 改天我们找好再给大家看 对 我也会找好 然后翻到那个夜市 好 那我觉得很有感觉了 真的是一块 她是外国人嘛 一块就弹蛇 一块就弹蛇 嗯 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总复习一下 总复习 还要总复习 还要再复习一次 好帅哦 是这一张吗 对啊 那一张 我们要 我想 我不知道大家对很有将人不认识 不过不认识的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下 万一有不认识我们的 就是我们肖博士啊 有研发出一套就是写作的一个系统 嗯 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整理 是有组织性的去整理一下 嗯 自己看到什么 读到什么 或是想要说什么 嗯 因为常常人家讲话 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人会词穷 对 对 你居然知道词穷这两个字 对啊 哇 你很厉害 谢谢 多称赞我一点 你有中文造诣 你将那个变成世界之王 嗯 我发现啦 你真的蛮厉害的 我会词穷 就是人家会问我说 那你今天读了什么 嗯 我今天读了The Gift of the Magi 然后他故事讲什么 诶 就是一个人啊 然后他就那个啊 一块包心 然后一块包 然后一个老公 然后诶 圣诞节 然后人家就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们有点像是用零碎的一些名词丢出去 但其实没办法好好的有逻辑的讲出来 就是可以丢很多东西出来 可是很没有逻辑性 嗯哼 对 那我们很有僵尸在训练一个逻辑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能用什么方法 嗯 用博士做出来的很有僵 这个东西有办法做一个整理 就是我们读的东西怎么来做整理呢 我觉得这很好 嗯 我是说我蛮喜欢 有时候我会这样强迫自己 就是去 眼睛闭起来想一下刚刚到底做什么 然后会想要让自己列出三个 可是我没有这个逻辑 我没有训练过这样子 可以试试看 那很有章就是 我们看到的下面的朋友就是 我很后面要放一个形容词 我有后面要放名词 你要一起念啊 名词 然后呢 我将后面要放动词 可以吗 大家OK吗 我OK 所以这边就是甜肉的概念 就是我们有一个骨架了 那这里的我很形容词 我可以先用中文吗 可以啊 就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要英文 我们就是要用中文 所以我们也 就是这个逻辑可以用在中文跟英文 然后我们可以先从中文开始学 没错没错 好 这样我就比较会害怕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 我们就用 因为我们这整篇故事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 是用一个第三人情角度 就是一个第三视角来俯瞰 在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不要用这个视角 我比较想知道说 主角呢 在想什么 就想像自己是Della 对对 然后我是Della 我会说我很怎样 对 我有什么 我将怎样 我很形容词嘛 那我们形容词会是什么 什么样一个事情 我很 我很穷 哦 可以耶 我很伤心 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放聊天室 其实我们虽然还没看 我们先瞄一下聊天室有什么 好 大家瞄提问 北七的台语 光用所有歌就表达出很爱 真的 我小课我也有这篇故事哦 很有画面 课程使用这小说文本 我很伤心 有人开始po了 我有1.87 我有1.87 我们先看很野狠啦 大家都超撑呢 先狠就好了 先狠就好了 刚刚有一个我讲我很穷 然后有人说我很伤心 诶 有一个人很厉害 他说我很幸福 诶 我很喜欢这个 诶 有吗 因为他有一个很爱的老公呢 难道不是很幸福吗 你也是哦 我很幸福 对啊 不一定是那个啊 嗯 我很沮丧 舒婷颖 也不错不错 我班学姐 我很热 我很好 我很热 我很热 我很拮据 拮据很厉害 诶 拮据拮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cheap 是吗 like poor like challenged 或者是compromised 就是compromised 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做 这个太难了啦 你不要用这个 好啦 我很忙 我忙的数1.87 我很烦恼 赞 我很幸运 慧儿姐来了 我很困扰 我很闷 我很困扰 我很困扰 我很优秀 诶 你现在你在说自己还是主角认为自己很优秀 我很优秀 我很丰盛 我很丰盛 哇塞 好哦 阿公 阿公你吃什么很丰盛 我没吃饭 阿公我也还没吃饭 我很强 我很强 好好好 我们有很多形容词 可以啊 我很强 我很会存钱 对不对 我很强 这真的很强 诶 那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 我很拮据 很拮据哦 我可能是喜欢那种男的中文字吧 好啊 但是我很幸福 我有被吓到 就是我喜欢 我也蛮喜欢那个 很好 很好 所以我们对女主角好像大家都有点开心 大家都看懂你讲的故事了 对啊 拮据很好 我很拮据 诶 有人说我很开心 哈哈哈 英文开心吗 好 我很烦恼 女主角很开心 我很富有 诶 她说我的富有 我很满足 我觉得这个也很棒 诶 这也蛮蛮赞的耶 因为她 可能富有不是钱的富有 是那个 精神上面的富有 嗯 很好 好 那我们就先看 我们就看狠了嘛 好 那你觉得她很什么 女主角 刚刚我们就说我很穷 很穷吗 就是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 好 那我有什么 或是我会觉得我很紧张 哦 因为她一直很想要 她一直想要买到那个东西 我会觉得我很难过 我想到的是我很难过 第二个人说 她很sad嘛 对啊 对啊 嗯 因为她哭嘛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 我很崩溃 嗯嗯嗯 好啊 那我们就看 好 我有 好 那女主角有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说一点八七 一点八七 哈哈哈哈 我有一个老公 诶 对哦 她有一个老公 我有一个家 那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开始po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 好 我要想到我还有什么 我有 我有什么 我有一张床啊 因为我倒在上面哭 对 然后我有 我有一个愿望 愿望 因为我想要 我想要给她 诶 很赞很赞 那大家要写什么 我有一个梦 我有 我有很多朋友 诶 这个我有一个梦很厉害 我有一个梦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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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一首歌 I have a dream in a dream I dream the dream I dream the dream in a dream in a dream 我有信念 我有爱 有有有有有有 我有一个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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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很赞 大家都 文笔很好呢 对啊 哈哈 看下什么 我很高 还有 我有黑亮丽头发 我有未来 这个 这个同学超车 超车 不可以 那个破梗 那个大家先不要 哈哈哈 假装没看到 诶 我喜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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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哪一个 我有一个不会想的门铃 哦 对 对不对 我有很多零钱 对 我有一个机会 哦 诶 大度 大家 诶 这看得出谁是悲观的 谁是乐观的 诶 看光是看很有江就知道了 诶 这个很浪漫啊 我有买件 哦 哇 哇 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谢敏凡 西班的 哇哦 好浪漫 I have 嗯 那是不是单身的人都说 I have nothing 诶 你看像这个同学说 我有排队 但其实排队是动词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台湾的语法 会说 我有做什么事情 可是这里的有是我有某个东西 一个东西 实质的东西 我有小信箱 惠丽说我有小信箱 被惠丽讲的那个信箱蛮可爱的 是啊 前面那个信箱感觉很寒酸 有比爱的感觉 现在信箱居然变得很可爱 我有开心门 耶 我有开心灵 我有一个好点子 我有派对 我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公 哇 这是妹子说的耶 你知道妹子是谁吗 妹子是亚勋的女儿 哦 她已经 她已经 她不是还小学吗 小学就老公了 不是啦 你真的正夸张 这个小女孩看了你的小说课 她看懂了 她在把自己当成Zella 说我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公 就发现我突然间有一点 你真的很需要跟你翻译好吗 我有一个愿望 我很伤脑筋 我有开心分享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 对对 现在我们正在体验 享受 对 享受 真的 新题 没错 其实讲到母语就大家会很开心 我有眼泪 对 我有眼泪 好 我们快歪了 我们先移到我江好了 对 我们收集了一堆 好 我有 好 我有信箱啊 嗯 我有 我有一个愿望 我有一个零 我有开心的 对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是我江湾 那你的你是我有什么 我刚刚一开始是说我有 没有我刚刚一开始说是钱嘛 然后再来是说我有一个愿望 愿望吗 我这样想办法 我这样想办法 嗯 那我们怎么把它变英文呢 很难呢 没关系 我们就先不用用英文 我们就先看前面 我们旁边有看到 I am I have 跟I will 就是直接翻了 那我们不会英文 我们不会英文怎么办 查字典啊 我们还没到那边 我们先把什么放那边 我知道先中文 I am 结局 对好 结局应该说穷 想说两个字比较好 好啦好啦 I am 结局 大家念一次 I am 结局 刚才所有放的情绒词都可以用 I am 放前面 I am 幸运 I am 伤心 I am 难过 I am 幸福 非常好 所以大家前面都可以放 I am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什么名字呢 什么 信箱啊 对不对 信箱钱 有钱啊 有门铃啊 有老公 对 所以我们来 I have 1 dollar 87 cents 不要用英文啦 对对对 I have 一块八七 I have 一块八七 I have 老公 I have 老公 I have 信箱 I have 铃铛 叮叮叮 坏掉的铃铛 對 I have 坏掉的铃铛 好那接下来 I will 我们就后面放动词咯 I will做什么 I will想办法 I will想办法 对不对那大家还有什么 I will I will美梦成真 I will渡过难关 I will杀架 吕慧菊你很厉害 这真的很赞 就是可以说买菜的那一段 对对对 I am拮据 I have 一点 二十块美金是吧一个礼拜 I have 二十块 I will 杀架 I will把英文学好 I will买礼物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歪楼 I will I will见到Irene跟大姐 有我们这个礼拜六要去 你会去吗 很多人都想去那里看你都不常去竹北 竹北吗 我礼拜六要去开新英文学 学店上课 我也礼一下 你们知道Irene现在已经在开新门学店开课了 就是我们已经有小朋友在跟Irene学 三四三三四三三十三三十三子三 三十三三子三子三 所以你不会去竹北 Sindy 你不会见到他 你会见到我 I will送礼物 I will完成作业 I will发挥创意 这个很厉害 凯撒林说 I will把钱变大 不愧是女总裁说的话 你还拍手 我觉得说大家可以拿这个来 好好发挥一下 你可以换一个视角鞋 男主角会想什么 你说Jane吗 对Mr. Jane 让我想让我想 Mr. Jane Mr. James 第一什么的 Dillingham Dillingham Young 对Mr. James Dillingham Young 他会怎么想啊 我很什么 我有什么 我将什么 对不对 那么也可以用一个第三视角 我们大家记得故事 O'Henry吗 对就是第三视角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O'Henry 你知道吗 第三视角的那个 上面看他们的人会怎么想 上面看他们的人 我很 好难哦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功课 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 用不同的视角去写很有将来 整理一下 大家对这整篇故事 目前到这边的感受 好 可以吗 大家对功课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超喜欢这个功课 其实我看到就是 我想到的是这个 我很难过 我很难过 我有一块八七 我将买礼物 对 因为他下一步就是要做买礼物嘛 好 那最后最后我想跟大家想一下 那我们不能学那个 我很难过怎么讲 可以啊 最简单的大家应该知道 sad吧 可以这样讲 I am sad I am 我可以打哦 可以啊 I am 我觉得大家 做功课就先做中文的 好 先做中文的 那我超车了 没关系啊 可是我们今天有学一块八七怎么念吧 对啊 我们记得吧 one dollar one dollar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那我没有要打出来 我自己 好 我帮你打 你要打吗 one dollar 你记得你知道怎么打吧 我打错你再跟我说 好啊 我是蛮常拼错字 那个one要大写吗 不要 one 抓 口后音 lure 卷舌 要and吗 不用 不用 I 你看我很奇怪 I have 大家记得哦 是点点 I have one dollar eighty 行 这样评对吗 然后这边要 要加一个dash eighty seven cents 对 斗点 不是 剧点 我斗点 剧点 分不清楚 不是 我常常中文会讲不清楚 好 然后 第三个是I will 大家记得我们的主题剧吗 啊 我跟你说我记得什么 我跟你们说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careful buying 诶 主题剧 我知道我知道 我说的意思是 我印象对那个很深刻 但是主题剧好像是 可是它要直接放动词 主题剧是 she had only I will 是不是 she had only she had only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to to buy him to buy Jim to buy Jim a gift 对 那这边动词是什么 buy 对 所以I will I will buy i will buy i'll buy a gift buy Jim i will buy Jim a gift 对 它其实主题剧就可以直接用 直接拿用就好了 OK 好 我懂了 那我们读一次好了 好 I am sad I am sad I have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I have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I will buy Jim a gift I will buy Jim a gift 我想起来了刚才联姻耶 对啊 Jim a gift 所以如果刚刚超专心上主题剧的话 我就会记得这个 对啊 对啊 你看我都在那个 你都在 我在这个 嘿 好啦好啦 好啦 OK 那我们今天课就差不多到这边 那我不知道 时间到了 还没了 我想给大家看这个啦 就是读价钱的部分 我们今天读了很多次 对 one dollar eighty seven cents 我觉得这个蛮好 蛮实用的啦 就是说前面都会先读 美金整数多少 然后再讲分多少 因为台湾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没有几分几分 就是先讲这个 嗯 先讲一对不对 一 one dollar 嗯 然后小数点不念 对 我们再说后面 eighty seven cents 啊 OK 然后这边下面还有嘛 嗯 five 好记得这边要dollars 超过一块钱就要加s 嗯 那我们就先读前面整数的 好 five dollars five dollars twenty three cents twenty three cents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多去 多去练习 嗯 嗯 嗯 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哦 eight dollars eight dollars seventeen cents seventeen cents 嗯 嗯 ten dollars ten dollars seventeen two cents seventeen two cents 对那大家如果想要谈谈数字好难 对啊 如果大家想要多谈这个价格部分的话 建议大家都去练习这个可以多写几个然后多念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我我之前其实看过我不确定是不是 嗯嗯嗯嗯 有没有人说one eighty seven 有哦 有人也会 five twenty three 对可是比较容易混乱哦 对啊对啊 所以就讲清楚的话就是five dollars 有时候他们直接省直接省略掉sense 他们会直接说one dollar eighty seven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sense他们也不会说 sense不一定会讲对 分不一定会出现 他有可能会说one dollar eighty seven ok 一块八七 嗯嗯 一块七 哈哈哈 这字真的很好 这数字真的很好记耶 你他是那个年轻人的那个无聊幽默 八七那个超级 你笑点超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只有一点八七 你是你是你不只一点八七 我非常八七 那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把你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分享了 因为大家可以停止分享 来吧 耶回来了耶耶 大家有任何好事 你要问一个问题 超市有问题 什么有有吗 我们来解除超市的静音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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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面为什么这样 我们家外面永远都是 阳光普段 这位是我们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IT老大 曹沙尔再敬礼一次 曹沙尔好 曹沙尔再见 快点把他盯选弄掉 是谁盯选他 我不知道我没有盯他 敬礼主播好 还有没有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问怎么报名上课 对 曹沙尔你是不是帮我们做了一个连结 可以让大家报名 有吗然后你还帮我们测试完了 对不对我们待会会把连结 现在可以PO吗 主编大人 曹沙尔我们今天不能报名的话 都是你害的 压力三大 压力三大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人说什么 大家都没有问题 你讲的太好了 不行我要来看 我要抓人来问问题 那个方嘉曼在哪里 方嘉曼 方嘉曼下线了 没看到他 好那个 我看到张亚勋家的妹子 那个 配龙贼贼贼说要拍照 他说要摸成 要先摸头拍照 对啊那我们大家就先拍个照吧 好哟 好 好那大家摸头 嘿 因为很多夜要等我哦 很多夜 很多夜 好赞哦 对 可以开那个镜头的大家麻烦看一下 哎呦 再摸一下来 先提快点来啦 耶 来哦 好总共七夜你们要等我 好 那个笑容要继续维持 因为我不知道哪一月拍到你哦 我今天超开心的 因为我读了一篇小说 我已经长大了 每天都很忙 根本不可能读小说 但是 那个 我觉得这一个半小时 超开心的 大家会不会报名呢 赶快告诉我们 我觉得很好听 要不要报名 我要 我明天就要去跟人家说 哦你知道吗 有一本小说叫The Gift of the Magi 很好看 哎为什么你讲话跟我一样呢 我都会被Erie传染那种三八 你也讨厌 对 你讨厌 那么突然就去摸吧 我们公司压力很大 所以常常都会这样讲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们有一个 因为线上课程 首发 开跑 然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 大放送的 找鸟活动 什么东西啊 哪里有鸟 我要找哪 七只鸟吗 找鸟活动 什么 大家可能不晓得 不要心 你们到时候就知道 好好基础八千八 因为啊 就是我们 我们想要就是 在三月二十一号之前 报名的人 我们会送 会送一套 这一套哦 就是 那个 他也有 可是我跟你们说 你们一定没有手上这一套 为什么 限量吗 为什么限量呢 你们可能 我这 我这手上 会不会太小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被阿平哥哥 画了一个人像 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送的 书会盖上 好吧 加马肖博士 加大千姐姐 加 加Irene姐姐的头像 会盖在书上面 所以 这一套限量版 如果大家本来都有了 没关系 那一套送人送人 赶快就是报名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就会送给大家这个有盖上那个头像的 天哪 星体 星体大大送礼物 对对对 你们快点报名 欢迎大家 为了大千的头像 你们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把那个头像盖起来 发送到各个那个群主里 让你们看到阿平 阿平画的那个头像 多厉害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印章 现在可以聊天 可以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那个 拍完照了可以聊天 你们现在赢下课了 我们现在聊天时间 如果那个 我跟你说你请我来就会这样 这很赞啊 我们公司就是那个 每个月啊 的14号 我们就会办庆生会嘛 然后我们以前就是 哎我看到张沙拉了 还有缺可心 还有阿平 我们把他放 哎可以放他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就每个月14号 其实就是那个又杯又洗 就是为什么又杯又洗呢 就是 洗就是说因为 那个月生日的人就要准备礼物给大家 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 不是送礼物给寿星 是寿星要送礼物给每个人 然后杯就是因为那天通常都是要认证 然后我们就会有公司很多同仁 就是那个 ass ass都会念不好 然后就会被老板骂 然后我们就是 三月的时候收到 因为我们的林子平先生 我可以叮他吗 我们的林子平先生 我不会叮呢 我看一下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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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回来 回来 他过来了 哦 赶快来赶快来 那个我们的 阿平快点 我们的阿平 哥哥哥 他 哎呦 他是一个超级无敌 大暖男 然后呢 他的生日 因为我们的张沙拉 哎 张沙拉要来吗 快点 赶快来 哎呀 就坐过去 可是我们 我们那个 第一堂课嘉宾 对 以后我们都一起来上课啊 就是张沙拉 张沙拉的生日 是二月 啊 却可惜好 然后 阿平哥哥的生日是三月 然后他们两个就联合起来 就是那个 请阿平哥哥画我们公司 每个人的头像 然后他们都会做成印章 然后他们就在生日的时候送我们 对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 我们就有这个礼物啦 然后我没有想到 心体大大 想到我们要拿来盖给大家 我觉得很好 很可爱 真的在盖了 在盖了 我们公司是不下班吗 为什么这么多人 你们是怎样 老师 阿平哥哥画的老师 你把他画得很帅 对啊 年轻了20岁 这是谁 哎呦我 这是阿平哥哥画的 超厉害的 谢谢阿平哥哥 我没有跟他说生日快乐 一二三 生日快乐 那手机人的那个书几件又出来了 耶大家赶快 谢谢阿平哥 中阿哥 好啦 继续 再看看大家讲什么 那我们先把那个片拿掉 对不起 我在那个 好像我不会弄这个 这边吗 这个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哦 那那个呢 有保护 阿哥 我不会这个啦 移除移除 这边这边 哦 好好好 变阿哥了 哈哈哈哈 我移除了啦 好 我们回来了 那就是 等一下 我不喜欢看 我不喜欢看大家 你不喜欢看自己 不是 我喜欢 喜欢看大家 好啊 看看大家在这边 然后我看一下 有没有写什么 他们说 嗯 以后课程都可以回播吗 可以啊 我们有录影啊 有 有录影哦 那个谁有一个 七班的学妹 黄仁庙学妹 有讯息 就是传讯息给我 就是他很担心 他不能在这个时间上课 然后看不到录影 你们是看得到录影的啊 心底大大 都会帮我们录下来 然后 谢谢 谢谢 我们才谢谢你们 谢谢你 我觉得 我觉得 我是真的觉得 有这么多人 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很棒 开心 嗯 他是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这么小就可以 很开心的学英文 我觉得很好 就是来听故事也行 请问 网页上有写学费吗 没有看到价格 草死 哦 有啦 他们应该都弄好了 被叮了 我们待会 我们待会放上去就可以了 全民学生价 一千二 很夸张 要填资料 才会出现价格 好 可以送别的吗 上下策有了 Irene 送一个文 送你我的爱 一二零零 我觉得Irene 送了我好多 好花心哦 我真的觉得 我跟你收了很多 很多的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学这个东西 比我想象中 送你我的爱 我跟你们说 其实我本来 没有要来上课 我想说 前来就一个小说 我还去忙别的 然后今天进来以后 我四堂都要来 你可以四堂都要请我 可以哦 我们可能以后会一约 特别 我们以后想要开那个 开新闻歌曲课给你们上 我想要我们 我们想邀请你们 跟我们一堂课 学一首歌 然后我们会把那首歌后面 所有的故事的 相关的影片 找给大家看 我最近一直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就是我想要你们 你们跟我们一起学 我们心中觉得很 就是也不是我们心中 那些歌我们一讲 就会相谈胜欢 嗯 大家也知道那个歌 然后也知道英文开新闻 然后也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也可以一起念 然后有积木 就是这首歌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一堂课讲清楚 我们上次一堂课讲的七首歌 真的很扯好不好 整个表情 还有三首 对啊 好 然后 第二堂 诶 po上来了 赚很多 赚很多 好 我猜她说的是她赚很多 但是我们赚很多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在读英文的不太一样 小说课 谢谢 谢谢叶美华阿姨 好啦 我们看的差不多了耶 嗯 我还蛮 诶 你的客人很多耶 耶 其实比酒精实体还要多 哇 你们很夸张 你们为什么找到酒精实体 又不上来 又不开摄像头 好啦 我这样 可以可以可以 主播大人 不是主编大人 请说 来来来 是我们有那个课程介绍 画面 你这边 可以可以 有课程介绍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从这边上官网吗 就是 我刚才你按结束 对不起 我要怎么分享 你们确定要让我 我跟你说 呃 我们可以按分享画面 那个 然后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从这里 等一下 可能官网的项目就是 是那个 我要怎么丢那个 连结哦 这个很长 哦 Landing page 嗯 好吧 我们再给大家连结好了啦 对 我们会有那个 非常详细的那个介绍 连结 连结再给大家要期待 哎呀 说穿了就是王兴体 昨天晚上呢 为了 真的 其实 哎你们知道王兴体很忙吗 他是一个很 他很忙 然后他有两个儿子 他有一个很帅的老公 他有一台很漂亮的车子 然后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昨天晚上 我要爆料 他昨天晚上 哎 有个东西来 昨天晚上居然在公司 待超级晚 就为了写 这个东西给你们 对 这个一定要写 说 谢谢那个 心灵 心灵先 先写个 他跟我说 给你说我给你想 外面 要弄成家 要弄成家 你很愿意 对 放置 你觉得 你很开心 好啦 这个是心底姐姐 写给你们的 哎 看不到吗 我会 我会放大 哎 哎 すごい 不会放大 哎 我知道 我知道 哦 哦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还笑 还笑 还笑 然后从这上面开始哦 嗯 哎 那那我们讲一下 既然大家留在这边 陪我们聊天 就是我们有一个 呃 我们的公司是台双电 然后呢 我们有基本上 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们如果看到 我就会想到出版 就是我会弄一堆一堆的书 然后你们 你们记得部长吗 水水部长 你们看到部长 就会想到 我们有旗舰店 然后有很多的课 以后你们看到新题 就要想到这几个字 叫开心门教育 线上平台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 新题现在做的事 是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你们每个人 都被她调过音 她就是网路上的调音女神 然后我觉得 由她来帮我们规划 整个平台的课程 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我自己 每次想到线上 我都一直想要调音 一直调音 一直调音 然后可是新题 就会告诉我说 不会啊 我觉得线上 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甚至我没有想过 教大家写字 然后教大家唱歌 教大家 比如说来 来听张喜荣演唱会也很好 他一直都想要 把线上的这个平台 用很宽广的视野 去教大家 因为毕竟就是 旗舰店就这么小嘛 对啊 然后但是 双模有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你们看到新题 这么开心 是因为 他帮忙建立起来的 平台的第一堂课 我们今天开始了 所以 我觉得我很开心 你们应该也很开心 我们是一起上的第一堂课 然后我们这堂课也很简单啊 他就是英文阅读开心门嘛 对啊 然后 我觉得很好了 就是 以前我就是不敢看 落落成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就 就看 然后 对你们可以 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放在网路上 所以你们会看到 那个我们的介绍 哎这缺可欣也帮你画太漂亮了 都很漂亮 没有 一直都很漂亮 我的是 嘉文姐姐帮我画的 其实我也很喜欢 缺可欣帮我画的 对 但我是一个那个很念旧的人 没有 没有 我最近都没戴眼镜 所以我决定 唯一一个没戴眼镜版的上 对 我们公司都在抢那个 厉害的设计师 帮我们画的icon 好啊 然后所以我们有介绍 我们有介绍这个作者 Henry 然后我们有 介绍一下这本书 然后 Henry姐姐怎么上课 你们今天其实看了上课 就知道她怎么上了 很靠谱的美语发音 对我们一直很想要让大家 从先语调 然后再咬字 然后慢慢 不要害怕的从慢到快 把一个美语的 很道地的声音念出来 没错 然后呢 当然啦 就是我们 那个接着肖博士 给我们的传统嘛 我们 我们怎么从那么 落落长的文字里面去学 我们就像那个 剪饼干碎片 有没有 先剪一个关键字叫 Magi 然后再剪一句主题剧 叫The Gift of the Magi 对 这个是 Demo 对 OK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是很谢谢星体啊 就是 对啊 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为星体主编 拍个手 耶 谢谢 谢谢大家 超赞超赞超赞的 好啊 所以我们 结论就是这样子 我们还有四堂课 嗯 然后这四堂课 我们会走一次 跟今天一样的流程 没错 然后你会把故事讲完吧 会 你不会留一个什么尾巴 怎样吧 不会不会 会把故事说完 然后反正我们会知道整个故事 然后我们会跟着你知道这个文本 这样子 然后也会知道多一点 O Henry的事情 没有错 嗯 我其实都已经可以 默默的透露一些他的秘密 好 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再读 O Henry的第二篇东西 对不对 可以啊 嗯 我们可以就是继续读 因为如果大家很喜欢O Henry的话 我们可以再继续读 O Henry 我跟你说 我有时候跟那种 念很多外国小说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也就是老师 嗯 或是你 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那种 好像矮一节的感觉 没有啦 没有啦 可是我今天有自信 我说真的 我觉得即使知道一点东西 我都会开始 对 哎呀 然后 嗯 所以以后都是 礼拜三晚上 哎呦我看到有人问问题 上下课 哎 老独版 我们会 我们 我们拜托Irene姐姐录录一下 呦 老独版 一定会给大家 老独版会再给大家 嗯 早上要上班 早上要上班 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下午 我们不是晚上的课吗 可能先先下线吧 哦 好好好 谢谢大家留这么晚 辛苦大家 对对对 我们差不多 好 前面没听到 好感人 怎么了 完成订单了 哪里完成订单了 不要哭哦 心里 其实我觉得我们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这样的那个 我们是真的很想要 应该是说我们真的想要开新门教育 怎么了 开什么手 就是开张 我们是真的很希望肖博士的开新门教育不管是在线上或是在实体课都都可以一直开花很多人学 好上下车都会盖章吗 会 一定一定满足大家 我们又不要来 我想要写字给他们 对 我们来写字 没有 只是觉得很好玩 爱瑞 爱瑞 解决字也很美 嗯 嗯 以一个外国人来说 不错了 大家要知道就是跟原本你有没有八千八五关哦 重点是里面会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好我们来丢可爱的小东西 好 差不多了 好 那所以 我们被那个佩隆姐姐吹了 他要吹我们啦 等一下啦 应该我们要聊到下次再聊吧 对哦 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Irene姐姐朗读版就是你今天教我们的这一段 你会进录音室 然后念一次给我们听 然后我们就把音档给已经报名的大家 没有错 然后大家就可以上完这堂课 报名上课的人才会有朗读版 好 那就是对就是上完这堂课之后 我们给他们音档 他们回去就可以听这个复习嘛 对不对 好 然后有人说good night sleep tight nice 很好 这就是那个生活经典 对 哦 哦 有人很认真说早上要上班 所以九阶十听没有开心 没有怪你啦 开玩笑的 没关系来看我的就好了 对 好哦 好好好 哇 好开心哦 尝尝报告 好了 谢谢大家都过门 解释九十十 谢谢大家 期待下下礼拜再看到大家